- 比較新一點的朋友應該不知道 我們這個頻道有的時候會做一些比較 額同不移的內容 大家好我是Paul 週一到週五因為極度 有這麼一個網站它上面會有一些 它叫它Micro Fiction 所以的確一些虛構的故事 但是它是很短的 跟我們講的百字故事其實在精神上一樣 只是說這是一個澀澀的網站 所以它講的故事就是澀澀的故事 但我覺得無所謂 因為我看我的觀眾群 大部分也都是成年人 所以其實這真的沒有關係 我自我感覺良好覺得沒關係 可是如果說這樣的內容 會讓你覺得offend到你的話 If you find this kind of material offensive 那你可以不要看 好那但我們就要講 所以今天這個題目叫做 security camera 那就是我們說中文講的那個監視器 OK 當然我們叫它surveillance camera 其實也是OK的 所以這邊它說security camera 當然可以 可是如果你說surveillance surveillance這個字我常打錯 兩個L在裡面 OK Surveillance 那還有以前有時候叫它cctv 那cctv什麼東西呢 closed circuit TV這樣 那closed circuit的意思是 它的回路是封閉的 所以你現在眼前這個螢幕 就只能看得到你的那些監視器的畫面 你不能說我來轉一下看能不能看它東升新聞 不行 因為它的它的總是它的線路是會 回路是封閉的 所以這個要閉錄電視 這詞很老了 這是我小時候的詞 現在我相信沒什麼人在用 好所以它的標題就是監視器 來我要不要先讀一次呢 這一篇裡面真的蠻多露骨的字眼 所以如果你會覺得這樣的內容 不是很適合你 你現在就關掉不要看 那要是你覺得沒差 看看這一些器官上或動作上的詞 裡面真的是有profanity 但我是覺得這無所謂 反正我們這層呢 這也不是兒童only的影片anyway 好不解釋往下我們就讀一次 這也是蘭的第一次秀 他沒辦法確認他的 luck 一方在後面的電視 她的頭上 她的頭上 跟她的白衣服拋壁 在他的肚子上 她的肚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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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她的肚子上 她的肚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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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肚子上 所以他肚子上 一肚子上 他肚子上 他肚子上 她的肚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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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打不見 Ron ejaculates copiously across the table Sadly, he hasn't noticed the security camera in his own office He'll find out tomorrow though 結束 That's it OK 短短的一個故事 來,重頭來看一次 我們的主人翁叫做Ron 這是他第一次 他的第一個班 他今天來上班的第一班 他的first shift 所以我們知道shift work 就是我們說的那個班表的工作 OK 好,shift work 我們知道一般的護理人員啊 或者醫生都可能是算是有shift work 醫生算不算啊 那醫生是全職該門診就門診 然後有時候得值班 所以他有時候會做night shift graveyard shift 那是沒錯 可是全職加上shift 所以總之醫生很辛苦 那護理師當然也非常辛苦 那護理師可能就是照著辦表來輪 那anyway 7-11 convenient store 絕對是做shift work 好,所以他第一個shift 第一次的上工 他簡直不敢相信他多運氣多好 He can't believe his luck 好 A couple on the rear camera 所以看到了一對 在他的這個 rear rear是後面的意思 那開車的後照鏡 rear view mirror 這還真不好唸 rear本身就有那個捲舌的音在裡面 view是還好 rear view 那加個mirror mirror是鏡子的意思 把這個打一下 後照鏡這樣子 尤其mirror這個是我們常常在講 他的發音並沒有你想像的那麼複雜 不是什麼mirror No, no, no mirror mirror rear view mirror 那這裡是rear camera 所以總之後面的這個 camera 可能是他們的建築物有個後向 照著後向這樣子 She's got her top up 所以 She's got her top 所以他把他的這個上衣 up 也就是拉起來了 She's got her top up and her pink shorts around her knees 那他 shorts那就短褲 那他的粉紅色短褲已經拖到膝蓋的高度了 可以 所以女生已經 半裸了 the guy grope her tits 所以這傢伙就做了一個動作 grop 這個詞呢 就是一個 其實也不是說這個詞有什麼不好的 但總之 只要在用在男生女生的接觸上 或者我們就是人跟人的接觸上 你要是去grop 人家 那就一定是不ok的事情 當然除非兩個人是同意的 如果有這個 如果有這個 consent 那沒問題 你絕對不可能在 別人就沒有得到 consent 的狀態下去 grop 人家 所以這個 grope就是 很猥褻的去摸人家去抓人家這樣子 ok 當然他字本身的意思是探索之類的意思 好 所以像我記得以前那個川普總統 前總統 那他常會有一些對女生不尊敬的描述或者甚至有動作或之類的 所以這個字可能就會出現在描述他的動作 ok 所以anyway grope 所以這個傢伙 grope了這個女生的胸部 那胸部這個比較粗俗的詞就是tit這個詞 那加了s是因為是一對這樣 所以tits 然後she gets down on the knees 然後這女生就跪下來 所以我們跪的話 如果講一個簡單的動詞 你知道膝蓋是knee 那你加一個l在後面 就變成一個動詞了 那這個動詞就是跪下 ok 那我們當然可以用另外一個方式說 get down on 然後就誰誰誰的膝蓋 ok so get down on somebody's knees ok 好 所以這個女生呢 gets down on her knees 這個用法用的就是所有格的這個用法 然後把這個男生的雞雞拉出來然後開始替他口叫 那這個 我們這個主人wong rung呢 他的雞雞也硬了 好 因為他看得很興奮 so he gets out and rubs 他就把他拿出來 然後開始 就開始去磨了這樣磨蹭他了 那 下一個 這樣算是我們今天要講的 這一刻的最重要的重點出現 so he rubs harder as the girl leans against the wall 然後做接下來的動作 所以他總之越錄越用力 啊不是這種 不是這種 要講的不是這個 後面這邊 as the girl leans against the wall 所以當這個女生靠著牆 然後把他的褲子踢掉 然後開始 他們開始做那件事情 那 在這件 這件事發生的 當下 這個男生呢 就越挫越用力 rung 就越挫越用力 那我們重點是 當這個女生靠著牆 踢褲子 什麼這一大堆的 靠著牆的部分 這裡他說 the girl leans against the wall 我不知道同學在學英文的過程中 有沒有看過 Lean這個動詞 他後面加的介系詞往往是什麼 我很早以前就聽過一個英文歌 這個英文歌的歌名就叫做Lean on me 靠在我身上 Lean on me when you're not strong I'll be your friend I'll help you carry on 所以請靠在我身上吧 當你需要一個朋友的時候 我會幫你一起 我會幫你 carry下去 carry這個詞在年紀人中 應該是很常聽到的 我會 我會載著你 我會扛著你 繼續往前走 I'll help you carry on 這樣子 所以Lean on me 你可以靠在我身上 Lean on 所以我對Lean這個介系詞 這個動詞的介系詞 最熟悉的最早接觸的就是on You lean on something 但是後來我也接觸到了Lean against 那我是在哪裡看到Lean against 是在地鐵上 地鐵上的那個門 它上面就會貼一張那個 警告 那個警告就是不要靠著門 我相信我們台灣的 捷運也是一樣 那個門不可以靠上去的 你要是靠上去的 會壞掉還是怎樣 所以它上面寫的就不是 Don't lean on the doors 不是Lean on the doors 它是Don't lean against the doors 這個時候就覺得 奇怪了 為什麼一個Lean on 是我所習慣的 聽歌聽到的 而另外卻出現一個 Lean against 那為什麼不是on 對不對 所以我就找了一下 但找這個 找到這個 網站它的解釋 我覺得它的可信度 大概一般般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cora cora就類似我們的那一種 就是大家去回答問題的一種網站 所以它上面那個公信度 很難說 但是如果說很多人都覺得你答對答對給你多點點讚的話 那或許就還不錯 可是總之它的公信力真的沒有字典那麼高 但我找到第一個Link 是這個 那我讀一讀我覺得還算 蠻能說服我的 所以我才 就給介紹給大家看一下 所以這裡有一個人說 說這個講到Lean on 或者Lean against 我讀一下給你聽好了 這個解釋我還算可以接受 所以這個解釋我還算可以 接受 很值得的那一種 所以 要是我今天 站在一個桌子旁 然後我就把我的體重壓在那個桌子上跟你講話 那 那就是 I'm leaning on the desk 你可以想像嗎 我是老闆 我站在我的桌子的後面 你在前面 我在跟你吵架 然後我就靠在我的桌子上對著你罵 這樣我就是 I'm leaning on my desk 因為我的體重都放在上面 而且是垂直 So Putting my weight Vertically on the desk OK 所以他說的 Involves More of one's weight Being supported vertically By the thing that is being leaned on 就被那個你說 Lean on的東西 而如果是Lean against 則是 Lean against is more about one's weight Being supported horizontally 所以垂直的 然後你就靠著那個東西 你就不是真正的把你的全部體重靠在上面 OK 所以 用一個 水平的方向去靠一個東西 那如果今天那個東西倒了 你還可以把自己救的回來 所以那個就叫做Lean against 這樣 所以這兩個分別 我覺得這個還蠻能說服我的 你就聽聽了 參考一下 好所以 他這邊說了這個女生靠在牆上 那的確 這個概念就是Lean against 會學比較好 因為他並不是垂直的把他的體重 隔在上面 這樣子 好我把這句再讀一次 He rubs harder as the girl leans against the wall 可以 Kicks off her shorts 所以把褲子踢掉了 And they fuck vigorously 所以 vigorously的意思就是 很有活力的 我沒有這樣 vigor這個字 就講的是 精神活力這樣子 V-I-G-O-R 形容詞 vigorously 這樣子 好那結果呢 這個 總之結果這個run呢 他就 他就在他的這個 因為我們知道他是 他大概 應該就是一個那個 安管人員這樣子 他就 他就是一個保全人員 保安人員 那總之他在那裡弄弄弄 結果他就射了 那今天男生的那個射呢 我們用的動詞就叫 Ejaculate OK Ejaculate Copiously這個詞我前幾天才看到 所以今天又看到對我來說是 我這個詞大概就不會忘了 因為我 我前幾天看到今天又看到加深了我的印象 所以再次跟同學強調 一個單字要把它背起來就是遇見的次數多 那 他跟Copy有像嗎 沒有Copy是Copy Copy到底是什麼呢 我先講一下 我另外一個 地方看到的那個是噁心的東西 因為我在某些平台上我有去 Subscribe一些 醫學方面的一些 資訊的帳號這樣子 所以就會看到一些那種 醫學方面的一些更新 然後就有些奇怪的病 或什麼那些的 然後就會有醫生 PO出來然後說請大家診斷一下這是什麼東西 我覺得很好看 然後有些就是很可怕的 例如說你的內臟裡面發生的一些什麼 我甚至看到有人舌頭一側長的毛你知道嗎 舌頭會長頭髮 舌頭長毛 然後我就看下面的 各個醫生在說 這是什麼問題 為什麼舌頭會長毛 還沒有講的Copy 那講到的是一個女生一個人的手臂 那個人呢 他因為 用藥 就毒品還是那些的 然後就一直打一直打 打到後來整個手爛掉 爛掉之後呢 他就 他就化膿 那那個膿就很多 很噁心說真的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要提這個 可是那就是我看到Copyus的時候 所以他描述的就是 這個人現在的這個手臂呢 就 總之就留很多的膿 那留很多的膿 他就用了Copyus這個字 所以我就 查了一下Copyus字典 就是字典上早就 他的意思就是 很多 豐沛的這樣子 OK 所以現在這個RUN先生 他就Ejaculate Copyus 你懂意思 所以總之就是 很大量的豐沛的 跟畫龍一樣 拿畫龍來跟 男生這個 噴射做比較 不好意思 他有時候 RUN ejaculates Copyus across the table 哇很厲害 搞到這個整張桌子 從一頭射到另外一頭 across the table 那很 但是 很 很慘的事 sadly 很不幸的事 很悲傷的事 He hasn't noticed the security camera in his own office 他沒有注意到 他在一個辦公室裡 辦公室也是有 監視器的啊 所以他也被監視器拍下來了 那明天他就知道了 He will find out tomorrow though 但是他明天就會知道 所以這個 though加在句尾 一般表達的是但是的意思 OK 好 所以我們這邊 講的差不多了 說不定你今天聽到Copyus 這個字聽多了 你也把他記起來 也不錯 OK 不過我覺得不太可能 因為你在這裡 聽到的就是一次 除非你這麼無聊 報這個影片 今天看一次 明天看一次 後天看一次 你可能就可以印象深刻到 把他多次的 看到把他記起來 所以再強調 記單字 熟悉詞彙的重點 就是repeat exposure 這是很重要 我常在說的一點 而不是你多 跟他相處的時間多長 不是的 是你看到的機會 看他次數比較多 好 所以今天重點 其實是lean on 或者lean against 我自己再去想一個標題 好啦 我們今天的故事到這裡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